你的習慣裸碎的 有沒有試過因為裸碎而出現過尷尬的事情呢 裸碎的尷尬事情 講回很多年前 裸碎的習慣 其實就是由外國寄宿的時候開始 因為外國有種教育 床上的教育 就是說應該睡覺的時候 就不要穿衣服的 因為天氣那麼冷 雖然是有暖爐有成的 但是如果裸碎 你的身體的皮膚就會更加貼皮 就會更加暖 所以那時候開始習慣裸碎 第一次回來香港度假的時候 我家裡是唐樓 很多人睡在一間房間 所以每晚要偷雞才慢慢脫衣服 在皮膚裏面脫衣服 他們會不會覺得你瘋了 他們知道我已經是裸碎的 那時候你已經覺得不裸碎 就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的 我分不著 然後呢 怎知道呢 有一天早上 原來自己負了屁 哈哈哈哈 然後第一個首當其春 見到的就是 綠姐 然後呢 到吃飯的時候呢 他就跟我說 阿拾呀 你真是大個兒子 哈哈 為甚麼 為甚麼